终于找到这种空心菜苗了 去了好多次市场 都买不到这种空心菜苗 市场里面都没有这种卖的 这种是当地的老太太卖的一种菜种子 叶子小 而且这种比较适合汉地种 芽又多 种下去很快就有的摘了 而且这种摘完了之后 又会发出很多芽 很快就又有的摘了 摘的摘不完了 这种细叶的空心菜也会比较好吃 我已经把这上面这个尖尖摘来吃掉了 然后根部这一部分芽比较多 这个就拿来种 这个呢就是红薯苗 红薯苗也买了一把 准备种在这边这个箱子这里 这个箱子这里 前几天种了一点这个空心菜 这种空心菜就不好 这种是种在水里面的那种 看看它隔很远才有一个芽点的 这种要拔掉 这种不要 比一下 这种的话就是水培的那种空心菜 这种空心菜没什么芽的 还是这种比较好 这种很多芽 欧心菜种在这个箱子这里 这个箱子之前是种芹菜的 看来还有一些芹菜都还没拔掉呢 今天早上我把那些大部分的芹菜都拔掉了 然后把土翻了一下 撒了些石灰消消毒 空心菜到时候它还会发很多的 所以说不要种的太密 不然到时候就长的都没地方长了 它像韭菜跟葱一样的 会越发越多越发越多 楼下比楼顶要阴凉很多的 所以说我就把空心菜跟红薯娘都种在楼下这里 这一棵是芹菜种子 再多过几天之后也要把它给收掉 其实空心菜也很好种 种下去成活了 很快就有的摘了 而且摘完了之后 它又会继续长 摘完又继续长 就像韭菜一样割不完的 割不完的韭菜 空心菜也是割不完的 四块钱的空心菜还差几颗没种完 现在来种回水 红薯娘要把这些叶子摘掉一些 这些还可以摘来吃 然后这个梗跟这些芽就留来种 红薯娘就种这个箱子 这些菁业上我都撒了一点石灰 再消消毒 因为这个箱子这里还种了一颗辣椒 跟一颗百香果的 所以说不能生翻 就轻轻到表面的土松一下 拿来种就可以了 怕把那个根给弄死了 这是之前种的 我要把它拔起来了 因为要把土松一下 种下去三四天 它已经长了这么长的芽了 红薯娘最好是要这样子 盆着埋下去 这样子它会发的芽会更多一些 如果直接这样擦的话 它就长了芽就没那么多的 红薯苗跟空心菜一样也是很容易种的 而且这两样菜都是好种又耐摘又好吃 整个夏天都可以吃这个菜了 现在种下去可以一直摘到国庆节以后 降温了之后 它就长得慢了 基本就没得摘了 还有就是红薯苗跟空心菜都比较喜欢阴凉的环境 要种在阴凉的地方 它会长得比较嫩 就炒得比较上水 就会变成沟环游水 放冰涩 没有 黄的 失去 드 只要